好 下面要出场的就是黑龙江省代表队的张丹和张浩 张丹和张浩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美国洛杉矶市一赛上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短节目之后 排名第一位 纠华音乐 长江协奏曲 教练是姚斌 编舞是祖耶瓦和西比尔班 世界级的编舞 选手如果在赛前发现兵面上有异物的话 会及时的清理 这也是为了保证下面比赛的安全 对 通常因为前面的运动员比赛之后呢 可能身上这个粘贴的一些亮片或镶钻呢 可能会掉到兵面上 那么说会给后面发行的运动员造成一些隐患 所以发现了的尽快要把它捡起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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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绝对主力 因为他们获得的积分 使得中国队能够 就是躋身于 世界花样花丁强国的 这六支国家的 这个队伍当中 一个赛季比完之后 选手将面临的 新的赛季的这个挑战 新赛季选手要进行 新的节目的编排 所以对每个运动员来说 尤其是对这种 世界顶尖运动员来说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他们这个身上 肩负的这个重任 有多么的 这个弹子有多么重 因为明年呢 就要备战 真正能进入到了 这个冬奥会的实战当中了 对 那么说 还有不到一年 就是温哥华的冬奥会 那么作为 他们两队选手来讲 肩负的重任 大家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我们也期望 能够在未来的备战日子里面 他们能够 把他们的技术水平 进一步提高 而且能够 编排设计出 新颖 独特 具有他们 个人技术特点的节目 能够在 国际比赛当中 体现出 他们自己的一套 风格和 这个技术来 是的 技术分72.48 节目分62.48 张单账号 在下一个赛季当中 我们所有人 都要为他们一块努力 因为呢 不管是从 编舞音乐的选择 一般的设计 还是他们自己的努力来说 都很重要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 一起为他们使劲 在明年的冬奥会上 期待 中国的两队双人滑选手 能够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现在 双人自由滑的比赛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本次 全运会花样滑冰 第一块金牌的归属 黑龙江省张单账号 获得金牌 庞青铜剑获得银牌 四川省的董会博 五一名是获得了铜牌 好了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转播 就为您整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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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